这期继续来讲 坠续第23篇 可神婆家里应该不是穷才对 平时十里八村 没少有人来找神婆看看的 按理说 神婆比村里大部分村民的日子 还要好过一些才是 走在前面的神婆 把煤油灯放在暗桌上 自顾地蹲在一口破锅前 往里面添烧着泛黄的纸前 神婆背对着身 声音悠悠地传出 殿那种东西啊 就不应该存在 人哪 早晚要自食恶果的 张国金想 不愧是神婆 说的话也是神神叨叨的 殿为什么不应该存在 多少村子都盼着通殿呢 那往前发展还有个错了 本着达到一切牛鬼蛇神的思想 张国金试探着问道 杨奶奶 你说我身上跟了脏东西 不好说 良缘 灭缘 谁又说得清楚呢 神婆总是这样 话只说一半 另一半让你去猜 反正猜对猜错 就和她没什么关系了 至少她的前半句 是介于对合错之间的 到最后 即使算得不准了 你也会觉得 那是自己出了错 张国金又问 那我喝了香灰水 脏东西是不是就没了 不好说 一切都是缘分 缘尽了 便没了 扯来扯去 都是虚头巴脑的缘分 张国金无奈地晃晃脑袋 还是走到香炉跟前 端起了那碗黑乎乎的香灰水 杨奶奶 我喝 而且我还会告诉别的乡亲 说我就是被黄皮子勾走的 最后是因为喝了你的香灰水才好的 粘稠的香灰水 喝到嘴里很是腻歪 那股味道直让人作呕 张国金硬撑着 才把一碗香灰水喝下去 神婆终于抬起干瘪的脑袋 惊讶地看着张国金 杨奶奶 我喝了 但是你得答应我半个事 神婆微微点头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还没说 你就明白了 张国金感到不可置信 难不成这神婆真的有点本事 连她想说什么 都算出来了 她理解的神婆 无非是在装神弄鬼罢了 有时候确实说准了 那也只是凑巧了而已 只要说对一次 那一传十 十传百 都觉得这神婆看得准 但接下来神婆的一句话 让张国金确实有点怀疑自己了 神婆缓缓地说 你是想说杨家庄下面没的事吧 张国金准备同神婆讲的话 就是关于煤矿的事 是她在刚才离开神婆家突然想起来的 所以她才折返了回来 但她从醒来到现在一句没提没矿的事吧 这神婆是算出来的 怎么连她怎么想的 都知道 杨奶奶 你算得真准 神婆干笑了两声 这还是张国金第一次看到她笑 说实话 很不好看 甚至有点瘆人 呵呵 无所谓准不准 对人了解得多了 总能看出点啥的 神婆忽而咳嗽了两下 接着说道 你还是说说你找我这么个老婆子 想让我咋个做吧 如果是好的 我老婆子愿意帮忙 如果是坏的 那你就得问问神灵答不答应了 神婆的声音一直是缓缓的 张国金放下此晚 鼓起勇气向神婆跟前走去 平时她是不敢靠近的 不知怎么的 神婆总是给人一种瘆人的感觉 即使在大热天的时候 也是感觉凉嗽嗽的 张国金站在神婆跟前 轻轻地说着她的计划 没有灯的照应下 一高一矮的人影打在土墙上 想来是墙壁年久失修的缘故 整个墙壁坑挖不平的 显得人影子斑驳一片 当张国金说完 往后撤了撤身子后 神婆才开口道 你这件事 我竟然说不出个对错来 看来你开窍了 我对杨家庄的每个人都熟悉 以前的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也是没办法 谁让她为光明对这片土地 没有敬畏之心 张国金感叹完 拉住神婆的胳膊 杨奶奶 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吧 我保证这是只有咱俩知道 神婆抬头笑着说 只要神灵答应 我老婆子是没意见的 神婆这样说 张国金知道 她已经是硬下了 神灵肯定会答应的 这可是为了杨家庄好 神婆叹了口气 哎 也罢 也罢 但你要记住 有的人开窍早 有的人开窍晚 往往啊 那些生性善良的人 是最晚开窍的 开窍了 也不能忘记 最开始的善良和赤心啊 张国金好似听懂了 郑重地说 杨奶奶 你放心 这是我不会做得太过分的 神婆微微点头 看着离去的张国金 喃喃自语 这人是奸纳 很多事是说不准的 神灵 还是要敬畏的 出了门的张国金 看着微微亮起的天光 心情大好 再也不是昨晚蒙了一层雾霾 那种感觉了 脚步加快 开始慢慢跑了起来 一路上 有早起的村民和他打着招呼 张国金会停下来回应两句 这一庭不要紧 可能也跟刚才跑动有关 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 一个没忍住 他冲着路边的野草 从吐了起来 路过的村民满心疑惑 纷纷上前关心地查看 有村民吓了一跳 这咋吐的是黑水 国金啊 你这样得去镇上看看啊 张国金正弯腰呕吐呢 没法回答他的问题 倒是有村民替他回答了 你咋个还不知道 那王沈都说了 国金这是昨晚被黄皮子勾到河沟去了 连夜去找了南地的杨奶奶 国金 你咋样啊 这老土黑水也不是个事 还是要到镇上看看的 缓了一会 张国金直起腰 擦了擦嘴 不碍事 杨奶奶给我看好了 吐出来的黑水 说不定就是那脏东西呢 在村民疑惑的目光中 张国金原地跳了几下 没事的 我真好了 说完 迈着步子向着冬地跑去了 留下面面相去的村民 你看你 老提去镇上干啥 人家国金不是好好的 这样的事只能去找杨奶奶 事那事那 杨奶奶对看这种邪护是有一套 最近啊 村子里多了不少黄皮子 邪护得很 我啥个时候也得去找杨奶奶要张福 振振那帮邪碎 关于张国金被黄皮子勾走的事 最开始 只是王审和附近的邻居念叨过几句 交代大家晚上不要一个人出门 但这种事在村子里是传得很快的 根本都不用张国金刻意去说 村里的人都知道了张国金被黄皮子勾走 最后又被杨奶奶一碗香灰水给治好的事 魏光明也知道了 但他可没工夫管这破事 他巴布的村民的魂都被勾走了才好 那样就省得这些村民天天找他闹事了 倒是有一天晌午 他见到张国金去找了杨雷 第二天的时候 他还问了张国金 找杨雷有什么事 张国金说 没什么事 就是家里的一点小事 现在 大家伙都知道他不是村支术了 所以村子里再有什么事 都是去找杨雷 魏光明之所以第二天专门去问一趟 是因为第二天的时候 村民不来找他闹事了 破天荒的 这可是头一遭 自从村里知道他是来挖梅的真实身份后 也知道自家盖大棚 算是被他魏光明给坑惨了 村民不甘心 一心想着 让他魏光明把盖大棚的钱给出了 从那之后 天天来闹事 魏光明又不想主动松口 找张国金当个中间人 人家张国金拒绝了 索性他就和村民好起来了 村民有耐心啊 原本想着十天半个月 村民讨不到好 也就没事了 结果不是他想的那样 十天半个月过去了 村民还是每天都来 没有一天 是让他清静的 结果 也就是头一天 他在北地看到张国金去找了杨雷 当时还好奇张国金有什么事呢 紧接着第二天 村民竟然没一个来闹事的了 魏光明想 是不是张国金愿意做这个中间人了 还是跟杨雷说了什么 让村民都不要来村委会闹了 他带着满心疑惑 去找了张国金 人家却说 是家里的一点小事 根本不是为了村民补偿的事情 这就让他更疑惑了 那村民咋突然不来闹事了 张国金说 可能是他们想通了吧 一分钱不要了 不好说 张国金也学着神婆的口气 把话只说到一半 剩下的就让魏光明猜去吧 对于张国金的话 魏光明确实是半信半疑的 不解地看了张国金一眼后 觉得张国金这人便得有些陌生了 村民不来闹事 这当然是好事 杨家庄整个村子安静下来 从来到杨家庄这么长时间 这还是魏光明第一次感受到杨家庄的宁静 村民不来问他要钱了 这本该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魏光明不知怎么的 始终高兴不起来 甚至感到有点隐隐不安 村民什么脾性 他能不知道 他有心和村民耗这么长时间 就是为了让村民失去耐心 把价格往下降降 他不能主动开口 得等到村民主动松口的时候 再一举把价格降到一半 钱给了 到时候那些大鹏就都是他的了 再把大鹏倒腾出去 又能把钱收回来 这样一算 他又一分钱没出 便解决了这件事 他不怕和村民耗着 反正他站着里 耗到最后 一定是村民松口 但眼下 这风向怎么突然变了 为什么那些村民破天荒的 不来闹事了 真的一分钱 不要了 他是有疑问的 甚至带着疑问 主动走到村里 向那些表面上看上去 比较友好的村民打听一下 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原因 让他意外的 那些村民看到他 如同见到可怕的鬼怪一样 支支吾吾的话还没说完 便跑开了 魏光明没有问出原因 索性就不管了 布莱闹正好 他趁着这几天 赶紧把矿场的前期工作完成 不能再等了 怎么着 挖煤的事 也要在这个冬天开始动工了 来之前 他专门找大师算过 要在雾尘年末 几四年年初 抓住石韵气势开始动工 但他这一行的 天天和地底下的东西打交道 大师的话 他不能不听 就比如 兴建矿场的 这片脚下的坟地 就是大师选的 人家大师都不用来 光是听听 就把所有景象了然于心了 最后让魏光明没想到的是 大师恰恰把矿场选在了意想不到的位置 要么说是大师呢 不走寻常路 起初魏光明是不同意的 觉得在坟地建矿场晦气 可大师解释了一番 说杨家庄之所以上一年有大灾 全然因为挖断了龙脉 龙王想修好自身经脉 奈何坟地上聚集的阴煞之气阻挠了他 所以 你把坟地牵走 恰恰是在帮助那龙王修补了经脉 龙脉一痛 龙王感激于你 自然就会拂运昌龙了 这可是 一件有大功德的事 大师的一番话 彻底打消了他的顾忌 为此一点也没有余的 直接给了大师一千块钱 来到杨家庄之前 提前订好计划 用最少的成本 换来了北地那一大片乱葬岗 对于村民没来闹事 他也只是疑惑了几天 始终是静悄悄的 到最后 也就没了去问的心思了 是多着呢 兴建厂房 各种设备的推进 他不敢有一丝含糊 都会亲力亲为 因此忙得不可开交 不知不觉的 当北地起了一个 二层小楼的时候 村民惊讶极了 这咋还盖上 二层的小楼了 看着可真气派 往后看 还有呢 建了好多厂房 这比镇上还要气派 一下子就和周围的村子 拉开了距离 这么有钱 咋就不愿多补偿 盖大棚的钱呢 那急傻 杨之书不是说了 他会到上面要个说法 到时候 人家会给咱解决的 那得啥时候 到现在还没赢 只说 让咱不能闹 说闹了 都得跟着坐大牢 快了快了 说到底 咱又没理 让咱等 咱就等着呗 他们眼看着二层小楼起 又眼看着楼的上面 挂了杨家庄 没矿区六个大字 这就是改头换面的杨家庄 再也不是谁提起来 是个小村子的杨家庄了 二层小楼建成的那一天 魏光明专门跑到冬地的小卖部 问张国金卖不卖鞭炮 张国金回答 不年不节的 暂时没有进货 魏光明就让他去进 整几盘大的 张国金问 是不是准备开始挖煤了 想庆祝一下 没影的事呢 怎么这也得到冬天了 我这前期建好了部分厂区 想着放放炮 讨个吉利的同时 镇镇那些邪碎 那你怎么不去镇上买 从上次张国金拒绝了魏光明之后 他再也没来过小卖部 这怎么着 又来了 魏光明摆摆手说 镇上多远 我没那闲功夫 你赶紧去镇上 给我拉来两盘大的 我这还忙着呢 先记账 以后我少不了在这拿东西 说完 魏光明便急匆匆地转身 到了槐树下 还不忘回头嘱咐 今天必须拉来啊 明天早上九点是及时 不能耽误了我用 看来魏光明真的很忙 听人说 明天会有很多大人物来 就是不知道苏锦成会不会来 他在柜台上的张国金 看着离去的背影 嘴角上扬 他知道让魏光明付出点代价 或者说 能让魏光明对杨家庄这片土地 产生敬畏的机会来了 他没有直接去镇上找老刘曲鞭炮 而是从村子里经过 一拐弯到了杨雷家 商量好了之后 才骑着自行车去了镇里 一路飞驰 光是在骑车的时候 想一想 明天魏光明会当众出球 他就想乐出声 只让魏光明 当着那么多大人物出球是不够的 还要让魏光明彻底怀疑自己 认清自己 一路上几乎是定不沾坐地 蹬着自行车 从老刘纳很快取来大盘的鞭炮 一边车把上各挂了一盘 后座上还驮了一盘 返回杨家庄 连小卖部都没回 直接去了村委会 把拉来的鞭炮交到魏光明那里 魏光明正在指挥工人干活呢 看到送鞭炮的张国金 很是惊讶 这么快 那是 你的事我哪敢怠慢 先看看鞭炮吧 张国金拍着后座上的一摞鞭炮说道 那有啥好看的 我还忙着呢 你先放这就行 魏光明点燃了根烟 就想去指挥工人干活去 张国金一把拉住 你看你急个啥 不看看怎么能行 万一明天出点什么事 我也说不清啊 魏光明一愣 吸了口烟吐出 满是不解的问 你啥意思 两盘鞭炮能出个啥事 没 没什么事 张国金不打算说了 神婆说话的语气 他算是领悟到了 果然 魏光明急了 全然因为他准备这一天 已经很长时间了 明天会来很多人参观 一点差错都不能有的 明天会来很多朋友 不乏一些同行的大老板 包括市里的企业家 都是平时紧密往来的朋友 用得着的关系 这还不算什么 重要的是 苏锦诚提前打过招呼 说明天报社的也会来 宣扬一下杨家庄媒矿区的风貌 给县里提升点影响力 这要是明天出点什么事 还不得闹出大笑话 国金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说清楚 魏光明不再急着 去指挥工人干活了 抓住张国金的车把 他要不说清楚 是不能走的 那张国金只好停下来 故作轻松地说道 确实没啥 这不是最近村子里 邪乎是多吗 我怕明天万一 你也知道 什么事就怕个万一 保不齐呢 魏光明松了口气 嘿 我当是什么事 感情你也跟着迷信哪 说那邪乎事 还不都是村民胡编乱造的 闲着没事干 哎 对了 魏光明说着 又想起什么事的 撕了一声说 前段时间 听说你被黄皮子勾走 还晕倒在了河沟 可有这回事 张国金故意显得很慌乱 略带一丝恐惧 吱吱吱吱地说道 是 好像是 我晕倒了 记不太清了 嘖嘖 魏光明砸扒了两下嘴 狐疑地看着张国金 你看到黄皮子了 那肯定看到了 还变成人了呢 魏光明哈哈笑了两声 这就胡扯了 那黄皮子还成精了不成 我看哪 你八成也没看见 也就是那村民唇瞎扯呢 整天闲着没事干 就喜欢往这上面钻 差不多嘞 张国金仍是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让人摸不清是真是假 这就让魏光明很恼火 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行了 别扯这没用的了 你还是说说 这鞭炮能出个啥事吧 难不成不想 要是哑炮 这事可不算完 就等着明天听响 喜庆一下呢 鞭炮不响 那不是扯呢 开工不力 那以后的事 更甭想利索了 你看 说的 就是这么个事 我主要担心 最近村里邪护是多 这不是提前跟你交代一声吗 省得到时候出点什么事 你在埋怨我 魏光明皱起眉 那你到底是个啥意思 是这样 你先试试鞭炮想不想 要是想的话 咱们都放心了不是 要是不想 我再去镇上调换一下 时间还来得及 魏光明点头又摇头 这都没拆封 有什么好事的 算了 算了 你拿了三盘 我只需要两盘 双束 图个吉利 把其中一盘给放了 张国金很利索地答应道 正准备把绑在车座上的 一盘炮给拿下来时 魏光明终于留了个 新眼式的阻拦说 等一下 你把车把上的一盘 拿下来放 算了 还是我来选吧 今天的张国金 显得很不对劲 魏光明看在眼里 决定还是谨慎点好 张国金选哪盘 他偏不放哪盘 张国金倒是不在意魏光明的举动 那行 你说放哪盘就放哪盘 反正都是新的 没拆封的 遵从魏光明的意见 选了车把上的一盘鞭炮 拆开 点燃了 顿时北地霹里啪啦的一阵响 想的时间可不短 等炮炸完了 刺鼻的烟雾还没散去 魏光明撑着脑袋 这不没啥事吗 是没事 那可能是我多想了 你呀 就是受到了惊吓 别听那些个村民瞎扯 这是整的 还浪费一盘鞭炮 张国金赶紧摆手 不碍事 算我的 那行 你放心 以后啊 咱合作尝着呢 你那小卖部 要多进点鲜货 挖煤的工人移过来 少不了你忙活的 张国金一边点着头 一边把剩下的两盘鞭炮 放在村委会门口 便准备推着自行车离开 魏光明又喊住了他 等等 张国金都已经跨到自行车上了 听到魏光明的喊声 心里一惊 该不会被他发现出什么了吧 自己只是建议他 放一盘鞭炮听听响 省得明天不响了 再赖到他张国金身上 再一响 也不对 鞭炮都响了 他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让魏光明觉得鞭炮不响 要不响那也是明天的事了 今天无论如何都是要想的 魏光明上下打量了一下 国金 我觉得你今天很不对劲啊 没有啊 我就是最近老做噩梦 可能经着了 哦 这么个是 魏光明沉思了一下 你把这两盘都拆了 咋 咋都要拆了 当然是听听想不想啊 你不是担心鞭炮不响吗 经你那么一说 我也担心了 还是放了吧 不是 魏矿长 我刚才担心是有缘由的 说了你也不信 索性就不说了 哦 那你倒是说说 你不说 我反而放不下心来 张国金犹豫了一会 深吸口气还是说道 其实我说小麦不没有鞭炮 是骗你的 骗我 为什么 魏光明想 这张国金果然不对劲 张国金叹了口气 哎 还不是被这黄皮子闹的 这几天老做梦 梦到黄皮子缠着我小麦布不放 我也害怕 专门问了杨奶奶怎么回事 她就说我小麦布里有鞭炮 说那鞭炮响了 会惊着黄皮子 黄皮子害怕 所以才天天缠着小麦布的 魏光明不再是刚才质疑的神色 老是提黄皮子 弄得她心里也开始不得进起来 那 最后呢 魏光明好奇地问道 最后 最后肯定是把那些鞭炮扔河里去了 你还别说 自从把那些鞭炮扔到河里 再也没做过黄皮子缠着我的梦了 这么神 魏光明半信半疑地问道 那 谁能说好 反正杨奶奶说 让那样做 咱就那样做呗 跟那黄皮子叫什么劲 魏光明心里也开始泛起嘀咕 黄皮子的事 他早就听说了 也知道黄皮子 为什么突然增多的原因 还不是因为 把北地的这片坟地给推平了 倒了黄皮子的老窝 连干活的工人都说 奇了怪了 咋就冒出这么多黄鼠狼 多少年也没见过这场面 当时魏光明还想 就是这些黄皮子 阻挠了龙王修复龙脉 把黄皮子赶跑正好 龙王修好龙脉 他的好气韵就算是来了 有龙王坐后盾 黄皮子他根本不会害怕 也不知道这龙王好了没有 魏光明嘀咕了一句 冲张国金说道 既然你说得有理有据 我也不是迷信 凡是小心点也好 你还是把这两盘鞭炮给放了 我也好放心 可是 放了之后 不是没有了 那我咋能不知道 你掐头去尾的放两个就行 两边都响了 中间还能不响了 这都是没拆封的 放过一盘就行了 没必要 哎呀 让你放 你就放 魏光明算是被张国金的一番话 弄得心里七上八下的了 张国金没法再拒绝 拒绝了 反而会让魏光明升起疑虑来 按照魏光明的办法 拆了那两盘鞭炮 掐头去尾地揪掉了几个 趁着魏光明吸的烟 点燃了泡碾子 不出意外地全都响了 魏光明这才算放下心来 哎 这也没啥问题 看来你多响了 我也多响了 张国金故意嘱咐道 那还是不能大意了 谁知道黄皮子什么脾气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晚上我就搂着这两盘鞭炮睡了 绝对不会出事的 魏光明吸了口快烧完的烟 呸呸两声 把烟头吐到地上 是真行了 至少明天不想的时候 跟他张国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那你晚上可别吸着烟睡 咋的 一不小心 把炮给点了 可就不好了 哈哈 你说得还挺对 张国金走了后 还能听到魏光明 在后面冲着工地喊道 那个小陈 你来一下 今天你啥活都不要干了 就给我守好这两盘炮 等夜色彻底黑下来 今天没有月亮 连星星都没见到几颗 阴沉沉的 说不出的诡异 张国金抬头看了一眼 感叹到连老天爷都在帮忙啊 然后 他紧了紧腰上的布袋 踏进浓密的夜色中 一路上布袋子里滋滋乱叫 声音不大 却狠 尖锐 张国金不忘轻轻拍打着布袋 安抚着说 别叫了 请你们几位大仙帮个忙 事成之后 我给你们几位大仙抓鱼吃 说来也怪 布袋子里真的安静了下来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 连张国金也生出一阵冷汗 他赶紧加快脚步 见到杨磊才算定下神来 杨磊问 你咋了 脸色咋这么不好 张国金摇摇头说 没事 抓紧时间行动吧 黄皮子带来了吗 带了 张国金拍拍腰上的布袋 引得里面的黄鼠狼又是一阵滋滋乱叫 杨磊点头道 行 这两盘炮你拿着 已经改好了 保证明天不会响 我这就去动员大火 让他为光明吓破胆 张国金接过两盘鞭炮 应了声 好 我去找杨奶奶 随后 两人分头行动 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村委会里 平时都是为光明一个人住 其余的工人 全在工地搭了棚子住的 但今夜不一样 村委会多了两个人 除了为光明 还有两人 一个是小陈 另一个为光明 平时都是喊孙师父 之所以把两人特地喊到村委会 是受到张国金下午一番话的影响 说实话 他也害怕黄皮子来闹事 毕竟是他把黄皮子的窝给拆了 只是面对张国金的时候 他不想承认 才表现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让两人在村委会陪着他 一方面是为了看住鞭炮 别真的出了什么事 另一方面 有人壮胆 他也能睡得安稳 养好精力 明天且得忙活呢 而且 报社的明天还会拍照 他总不能整得蓬头垢面的吧 睡一觉养养神 这段时间可把他折腾坏了 睡得也早 交代了两人几句 便回到屋里睡觉去了 院子里只留下小陈和孙师傅 在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在院子里 还有两道小小的火光 不时地上下晃动着 孙师傅 要是卫矿长能天天让咱在这睡就好了 嘿 咋的 你小子竟想着抽着牡丹牌的香烟呢吧 卫光明临近屋的时候 专门给他俩扔了一包牡丹牌香烟 目的是让两人提提神 晚上就别睡觉了 实在困了 就替换一下 务必把这两盘鞭炮给看好了 那这烟确实好抽啊 比那破烟叶香多了 难道孙师傅不想吗 那肯定想了 但人家是矿长 咱就是小兵子 能抽这么一盒 就知足了 说得也是 就是不知道今天为矿长是怎么了 两盘鞭炮还只当有人专门看守 一叫还叫俩人 孙师傅朝着烟屁股狠狠地作了一口 扔到地上 踩着布鞋宁了一下 才小声地说道 你来得晚 不知道这里面的事 小陈赶忙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根 递给了孙师傅 忙不迭擦亮火柴给点燃了 问道 孙师傅 你给讲讲 他确实来得晚 前期的矿场工作 他都没参与 要不是家里缺钱 他还没打算来这么远的穷沟沟里呢 孙师傅吸了一口 烟雾扑打到脸上 这矿场啊 以前就是个坟地 坟地 这我听说了 坟地咋了 坟地咋了 坟地里住着的都是黄皮子 现在坟地一推平 那些黄皮子没了住处 这不 跑村子里闹呢 嗨 那能咋闹 就是一些畜生 打死不完事了 小陈不以为意地说道 孙师傅下得赶紧捂住他的嘴 看了看四周 急声说道 可不敢胡说八道 保不起里面就有黄大仙呢 前不久听说 村里有个年轻小伙子 就被黄皮子给勾了去 还被那黄皮子给迷了身子 说是看到黄皮子变成了人 你说多吓人 真的假的 小陈年轻 对这种事情 他压根就不相信 孙师傅点了点头 你还年轻 建的是少 哼 我看啊 这矿场建在坟地上 是没个清静的时候了 以后的邪乎是多着呢 那位矿长 再还把矿场建在坟地上 谁知道啊 据说是为了省钱 这样的地不是不值钱吗 孙师傅说着 抽了口烟 望着黑漆漆的夜色 显得有点心神不安 小陈只是那样听听 对孙师傅的话 也只是当个故事听听 压根没当回事 和孙师傅比起来 他倒很轻松 自顾的 一个人去到院子外撒起庙 吹着口哨 晃着身子 正悠哉地撒着尿呢 突然对面的草丛里 窜出一条黄色的长身子 吓得他立马缩住 尿都跟着洒了一血 等看清草丛里 飞快闪过的东西 是黄鼠狼时 他气得骂了一句 该死的畜生 早晚弄死你 那黄鼠狼 好似听到他的骂声 竟停下窜跑的身子 朝着他看了看 小陈气急 一边扯住裤腰带 一边弯身 捡起地上的石子 朝着那黄鼠狼砸了过去 没砸中 黄鼠狼一个闪身逃跑了 回到院子里 小陈一边擦鞋 一边抱怨 真叹凉晦气 果然见到黄皮子没好事 害老子尿了一些 孙师傅咧开嘴笑了 你看我咋说的 让你对那黄大仙尊敬点 你还不听 还没开始就遭报应了吧 瞎扯 我就是冷不丁地没注意 吓了一跳而已 你就嘴硬吧 保不齐你今晚就梦到黄大仙了 行行行 你赶紧睡吧 烦着呢 上半夜我守 行 困了你招呼我 过了一会 院子里只剩下一个火光呼上呼下的 为光明的呼噜声震天响 在院子里都能听到 寺下里还有文字 也不知道孙师傅咋睡得那么快 小陈就那样抽着香烟 一刻也没停 他是不打算给孙师傅留下几根 自己先过完了嘴瘾再说 一直抽到下半夜 迷迷糊糊的 半截胳膊搭在一旁 手指夹住的香烟烧到底已经灭了 他确实撑不住了 也没打算叫醒孙师傅 平时孙师傅待他不错 现在就是看两盘炮 完全就是为矿长多想了而已 两盘炮 值得两人轮叶守着吗 因此 他即使撑不住了 想睡觉 也没有叫醒孙师傅 迷迷糊糊中 好似听到墙头那边有 稀稀索索的声音传来 想着又是路过的黄皮子 无意识地拍打着旁边的孙师傅 孙师傅 你还是醒醒吧 那黄皮子实在扰人 你把他赶走 我先睡会 孙师傅同样迷迷糊糊的 以为小陈拍他 是该到他看守下半夜了 还一正着呢 当听到黄皮子的时候 猛地惊醒过来 小陈 你刚才说个啥 小陈 也被孙师傅的声音 吓得醒了过来 啊 孙师傅 你咋醒了 我刚才说啥了 啥也没说 啥也没说 那我咋听到有人说黄皮子 哎哟 没人说 你听差了 赶紧睡吧 再不睡 咱俩都得磨正 孙师傅 也觉得自己磨正了 都是这黄皮子给闹的 早知道就不和小陈扯 黄皮子的事了 正想拿根烟塞在嘴里时 村委会的院门 突然传来灯灯的响声 只是两下 在寂静的黑夜里 却听得异常清晰 是敲门声 响了两下之后 只是片刻时间 又快速的 没有节奏的 联想了四五声 孙师傅惊的汗都下来了 胸膛里跟着砰砰跳 这都啥时辰了 后半夜了吧 不可能会有人来村委会 小陈 你醒一醒 孙师傅晃着小陈 被晃醒的小陈不满地嘟囔道 咋了 孙师傅 你要是不想手 就睡吧 不碍似的 你听 有人敲门 孙师傅话音一落 四周静了下来 小陈吸了口气 确实如孙师傅所说 有人在敲门似的 虽然断断续续地不连贯 但在寂静的深夜里 还是能够清晰地听到 两人对视了一眼 还是小陈主动开口说道 是谁在敲门 他不是黄皮子吧 静扯 要不你去看看 小孙怂恿着孙师傅 孙师傅晃晃脑袋 我不去 还是你去吧 小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你这么大人了 还让我一个小年轻去 真是的 那个 谁敲门啊 小陈朝着门口喊了一嗓子 同时竖着耳朵去听 但没人回应 谁让他刚才把孙师傅贬了一顿呢 无奈之下 他只好起身 自己去门口看看 刚走两步 离门口还差一大截呢 却停了下来 缓缓地转过身 孙师傅 要不咱俩一起去吧 说实话 一想起会敲门的黄皮子 他也有点渗得慌了 孙师傅没有答应 说 不然的话 把卫矿长喊起来吧 咱仨人 底气足 小陈没想到 平时一五喝六的孙师傅 咋变得这么胆小了 喊卫矿长干啥 这么点小事 也值当喊他 这不是被他看不起吗 他明天是还多着呢 打扰他睡觉 以后咱俩也甭想在这一片混了 小陈一边说着 一边把孙师傅给扯了起来 孙师傅跟在身后 胆怯得很 他觉得还是年轻人好 尤其像小陈这样二十出头的 胆大 不像上了年纪 见得多了 对一些是总会畏惧 小陈打头 壮着胆子到了门口 敲门声 却在这时停了下来 和孙师傅对视了一眼 孙师傅建议说 别管了 咱还是别去了吧 孙师傅是真的害怕了 能确定的是 外面根本不是人在敲门 要不然一路喊着谁在敲门 始终得不到回应 要是人的话 肯定会指两声吧 不是人 那就是勾人的黄大仙了 小陈不以为然 咱俩人 那怕个啥 有人壮胆 小陈不觉得害怕 从一开始 他也没当回事 正嘀咕间 敲门声又急促地响了两下 这下可算是把小陈的火给点了起来 问有人的时候 你不回应 总敲门 那不是捉弄人的吗 当即怒骂道 他娘的 大半夜的也不让人安生事吧 欺人太甚 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挂到墙头上亮着去 抄起树在墙边的铁仙 一把江苑门拉开 不管是人 还是黄鼠狼 他都准备把铁仙架到对面脖子上 好好地质问对方 大半夜的找死是吧 结果 什么都没有 门口空无一物 甭说大哥的人了 连个小的黄鼠狼也没见到 见到是这么个状况 小陈放松下来 把铁仙随意地扔在地上 拍了拍手说 孙师傅 瞧把你给吓得 啥万亿也没有啊 你呀 就是这段时间被黄鼻子给惊着了 别听那些个村民瞎扯 回头把自己吓得跟啥似的 孙师傅比较谨慎 那敲门声是没错的 两个人明明都听到了 可门口没有村民 也没有黄鼻子 这事就很诡异 四处张望了一下 除了黑漆漆的夜色 连个多余的活物也看不到 既然什么都没有 那就回院子里吧 总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有点瘆人 小陈 既然没有就别找了 咱还是回去吧 小陈正在不甘心地 四处寻找黄鼠狼的身影 眼看找不到 也是准备回去了 冲孙师傅摆了摆手 而孙师傅已经回头 脑袋刚拧了半圈 很快就不动了 连着整个身体 开始变得僵硬 小陈弯腰 捡起地上的铁仙 余光注意到 孙师傅不动了 他还看到 除了孙师傅的两条腿 竟然还多出两条腿 不是胃矿长的 绝对不是胃矿长的双腿 那双腿太瘦了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瘦的腿 斜着眼睛往上瞟了一眼 就那一眼 他的身子竟然控制不住地抖动起来 使出浑身的劲 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鬼 鬼呀 怪不得总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平白无故地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又不是正常的那种人 他看到了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太太 不是慈祥的那种感觉 这大晚上的无论如何 也看不出慈祥的感觉来 那老太太干瘪的脸上 布满了搭腊下来的皱纹 让人看上去心里很不适 冷不丁的 半夜里出现这么一个老太太 不带一丝表情的脸上 给人有一种诡异的感觉 一嗓子吼过去 倒是把孙师傅飘走的魂 给喊了回来 孙师傅颤着声说 不 不是鬼 是黄大仙 快 快跪下磕头 他很确信是黄大仙 因为从老太太的身上 突然钻出来 几只黄鼠狼 那老太太还拍打着老妖的位置 紧接着沧桑的声音响起 去吧 去吧 是他们 让咱没了住处 去惩罚这些坏人吧 那几只黄鼠狼 从老太太身上跳下来 便一溜烟地跑走了 有的跑到原来的那片坟地 有的跑进了村子 再看小陈 哪里还需要他交代 早就趴在地上 头磕得如捣蒜一样 大仙 您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跟我小孩计较 我给您老人家磕头了 磕头了 孙师傅生怕自己落后一步 也赶忙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也不知道磕了多少头 反正小陈觉得将来他跌死了 也不会磕这么多头的 一连磕了几十个 嘴里呜呜浓浓地说着 不要把我勾走的话 突然 小陈的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 当即他感觉裤裆里一湿 头磕得更厉害了 大仙饶命啊 饶命大仙 小陈 小陈 我上有老下有小 还没活够呢 您就饶了我吧 魏光明扯住小陈的肩膀 大吼了一声 小陈 魏光明的一嗓子 总算把小陈给喊停了下来 小陈抬头 眼睛里露出茫然 当他看清脸前的人不是老太太 而是魏矿长时 激动得都快哭了 魏矿长 你可算来了 你要是晚来一步 我就被黄大仙给勾走了 小陈抱着魏光明的大腿 开始哭了起来 把魏光明给嫌弃得不行 老孙 什么情况 魏光明 看向还算清醒的孙师傅 他在屋里听到两人在屋外吵吵嚷嚷的 生怕出什么问题 穿着衣服就赶了出来 结果看到两人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孙师傅磕头的时候 就发现老太太的一双小脚慢慢消失不见了 可他没敢起身 生怕觉得对黄大仙不敬 还是不停地磕着头 直到魏光明出来 他才算彻底松下一口气 魏矿长 刚才孙师傅用力吞咽了一下 刚才黄大仙来了 要不是俺俩磕头求饶 魏矿长就看不到俺俩了 魏光明听的一皱眉 四下里望了望 哪里有什么黄大仙 胡说八道 再敢在这里谣言惑众 我把你俩都赶走 一听要被赶走 孙师傅没失望 反倒站起身说 魏矿长 就算你不把我赶走 我也不准备在这呆了 你 魏光明气地指着他鼻子 又无可奈何地放了下来 孙师傅是老人了 很多活都得指着他呢 哪能说赶走就真的赶走 他那样说 也只是急了 才说出来的 行了行了 有啥事明天再说 赶紧把小陈拉起来 瞧瞧那一裤裆成什么样子了 魏光明不满地说道 便准备回院子里看看那两盘鞭炮去 他现在倒不担心什么黄大仙来 没想到小心再小心 晚上还是出了意外 有意外说明今晚不正常 不正常的话 那两盘鞭炮 不好 快回院子 魏光明觉得这是有人在捣鬼 保不齐是什么吊虎离山之计 先是把三人引到外面 然后屋里的鞭炮就会被人偷走 他是这样想的 步子迈得很快 到了院门口 往桌子上一看 顿时松了口气 与着胸口 还好 还好是我想多了 鞭炮还在 魏矿长 你看 魏光明咬着牙 撕了一声 刚落下去的心 又被喊得提了上去 这俩人有完没完了 早知道就不让他俩守着了 一晚上一惊一乍的多少回了 是孙师傅喊的 魏光明回过头的时候 先是看到孙师傅 掺着贪软的小尘 顺着孙师傅指向的时候 他看到了更诡异的一幕 现在应该是后半夜了吧 所有的村民都进入梦乡了 要不是俩人在外面喊叫 他为光明也正做着美梦呢吧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不到一颗星星的情况下 伸手不见五指的后半夜里 他见到了生平 哪怕在以前遇到的所有邪护事里 都能算上最诡异的一幕 从北地望过去 整个沉寂在漆黑如墨的小乡村里 竟然同时闪烁起来 对 是闪烁 像一颗发光的夜明珠一样 村子里各家各户的灯光亮起 同时亮起几秒的时间 再同时熄灭掉 然后再亮起 熄灭 就这样一直重复 变成了村子莫名闪烁的景象 灯光亮起的时候 他能看到孙师傅和小陈的脸上 被映得蜡黄 灭掉的一瞬间 他看到在两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 想来 他也是这样的脸色 不可置信 惊恐不安 胸膛里的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如果放在平时 或者上半夜 见到这样的状况 也不会觉着有什么 最多以为是电路故障罢了 可现在是后半夜 所有人都熟睡的情况下 孙师傅明确说 见到了黄大仙 小陈又被吓得尿了裤子 说明两人真的没有撒谎 那这村子里 突然出现的奇异景象 小陈像疯了一样 望着闪烁的村子 不受控制的呢喃 黄大仙 是黄大仙在惩罚我们 怎么办 怎么办啊 他们呆呆地 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最先反应过来的 还是魏光明 快 快回院子 把院门关紧 小陈也不用搀扶了 先一步进了院子 跑到屋子里躲了起来 魏光明和着孙师傅 把院门关上 又拉来桌子使劲顶住 做完这些 才觉着放松不少 孙师傅喘着粗气 魏矿长 这村里不干净啊 我看 要不咱别在这挖煤了 孙师傅知道 是弄工地的时候 把那些坟地给推平了 当时一下子从地里 冒出来很多的黄皮子 原本还没人在意 想着就是倒了黄皮子的老窝 过段时间 这些黄皮子 找到落脚处 便没事了 偶尔听到村里 有人家丢鸡的事 那是黄皮子饿了 又听到 村里有个年轻人 被黄皮子勾了魂 这下确实有点不自在了 私下里也讨论过 是不是因为 让这些黄皮子没了住处 那黄皮子来报复村里人呢 没想到 这么快 黄大仙带着那些黄皮子 来报复到工地了 报复他们这些工人了 魏光明把气喘云石了 强撑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是这里的领头人 领头人要是先被吓倒了 那下面的人 岂不是得跟着乱套 故作淡定地说道 车 再不干净 他还能拿我怎么样 工地都进展到现在这样了 哪是说不开工就不开工的事 我得损失多少钱 不就是一个黄大仙吗 咱工地这么多人 还怕他一个黄大仙 魏光明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根本不能让孙师傅放下心来 他还是决定 尽快离开这里 他魏光明为了钱 可以不敬畏黄大仙 他不能不敬畏 搞不好到时候 小命都得交代在这 见孙师傅没说话 又怕他产生离开这的想法 魏光明赶紧安抚着说 别想太多 怕不是电路故障了 明天我去找杨雷问问 冷静下来后 魏光明倒不觉着 是什么黄大仙在搞鬼了 黄大仙就算有勾人的本事 可现在是灯光在亮 灯光是什么 那是科技 黄大仙还能管住科技的事 行了 先睡觉吧 咱仨人一个屋 先把鞭炮给看好了 魏光明说着把失了神的孙师傅带进屋子 在离村委会不远的地方 一高一矮 一年轻 一老太 两个人正在低声交谈着 杨奶奶 这么晚了还折腾你 赶快回去歇息下吧 那个又矮又瘦 带着老太的 正是村里的神婆 和他说话的青年人是张国金 神婆缓着声说 不碍事 人老了 叫也少 张国金望着消失在黑暗中的神婆 只有当村里灯光亮起的时候 他才能看到 黑暗中神婆勾搂的呗 杨奶奶 这几天还得麻烦你呢 不碍事 神灵不会责备你的 神婆的声音很轻 张国金压根就没听清 朝着相反的方向奔跑了起来 到西地的时候 他见到了正在水坑边等待的杨雷 门口的水坑小了不少 代替的是一条又宽又大的石子路 国金 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让村民睡觉了 杨雷看到 从黑暗中跑过来的张国金 可以了 那位光明吓得躲进院子里 不敢出来了 杨雷点点头 这是光这一次也不行啊 是不行 怎么这也得弄个七天八天的 只是这一次 他为光明还以为是电路故障呢 多弄几天 他不害怕 也得害怕了 那样 魏光明就能给村民补偿了 说到底 村民盖大棚 本身就是不对的事 魏光明于情于理 给不给这个补偿 是他的个人意愿 这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他太肆无忌惮了 这些事 他本可以明着做的 干嘛要欺骗乡亲们呢 最主要的 是魏光明利用死去的四地白 占了王沈的庄家帝 如果魏光明把一切都拉到明面上 对大家好说好凉的 他也不会整这一处 就算是这样 但是 能不能起到效果 还是一回事呢 张国精无所谓的说 没事 我也没想怎么着 就是让他心里有点敬畏感 别老想着 以后光靠欺骗大家伙去达到目的 人啊 还是要有点敬畏感的 尤其是对这片土地 就像杨奶奶一样 他虽然知道神婆平时只不过是在装神弄鬼罢了 但是人家确实对神灵很敬畏 换种说法 换到他自己身上 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吧 杨磊苦笑 我这算是跟着你犯错误了 要是被镇上知道我在这胡闹 弄着骗人的把戏 还不得把我村之书给撸了 捉弄了魏光明 张国精显得很开心 打趣着说 你这村之书当得一点劲儿也没有吧 尚有证的苏之书 就算人家魏光明那个假的副之书 摇身一变也成了魏矿长了 只有杨磊最惨 顶着村之书的身份 问着村里鸡毛蒜皮的小事 要不是他当初跟杨靖苍走得近 受到牵连 也不至于到这一步吧 杨磊听得心里有点不得近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算我就游自取 算了 我还是去村子里跟村民说一声 赶紧睡觉吧 别忘了让懒汉明天好好闹闹 张国精向着冬地走去 顺着石子路中间 不敢太靠边 夜里黑 一不小心容易掉到路沟里去 快到冬地的时候 在不远处的草丛里有声音响动 他专门看了一眼 发现是一只夜里捕食的黄鼠狼 这一次 他没感觉害怕 甚至他有些期待 期待那只黄鼠狼能真的把他迷住 那样的话 说不定能再看一眼 看一眼那个在芦苇荡开心大笑的女孩 告诉他不该做那种傻事 失望的是 那黄鼠狼看到有人来 只是抬着小脑袋盯了片刻便跑走了 来到冬地的时候 白鸽竟然靠在床头上 怀里搂着熟睡的小朝阳 他又一夜没睡 只要张国金不回来 他就睡不着 张国金收起思绪 靠在床头上和白鸽聊着小脉步 在王审后面的庄家地里会建学校 离他的小脉步不远 到时候学校里会有很多上学的孩子 不止杨家庄的 离得近的 周边的孩子也会来这上学 冬地唯一的小脉步将会成为这群孩子经常光临的地方 对于上学孩子要用的铅笔 本子 笔记本等等这些东西肯定是少不了的 还要多背一些 聊着聊着 天就亮了 村里的人早早起床 睡不着了 光是从大路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就睡不着了 走出去的话 会看到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 杨家庄的村民 可能有一部分人连村子都没走出去过 大部分的村民 顶多也就是在赶集的时候到过镇上 极少有的村民 可能到过最远的地方 也就是县里 或者市里了 从杨家庄小小的村子 到现实这样的地方 那是一辈子的距离 从杨家庄东地到西地 再从南地到北地 这或许就是杨家庄几代人的生活轨迹 没出过远门 没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所有知道的 无非是想象的 编造的 所以也就有了那么多流言蜚语 在村子里像野风一样流窜 好一点了 能从外面来的人知道点外面的消息 再好一点了 能从小小的收音机里 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大概的外面世界的轮廓 可是再怎么样 那也是听的 远没有看见的 来得震撼 现在 趁着北地矿场启动仪式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 真的很震撼 村子里啥个时候有这么多小汽车啊 又啥个时候来了这么多奇怪的人啊 那小汽车 带着四个咕噜 屁股一冒烟 跑得飞快 不是一辆 多少辆 有孩子站在路口专门数了 说是有十六辆 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那小汽车跑得太快了 掰着手指头 还没伸出下一个的时候 原先的小汽车冒着烟就去了北地 等车里的人下来 更了不得了 男人女人都有 男人梳着油头 穿着衬衫 竖进皮带里 夹着包 还是女人穿得好看 清凉的连衣裙 露出的白花花大腿 看得野汉子 心里跟脑痒痒似的 所有村民都知道 来的这些人 是来参加魏光明举行的什么启动仪式 这些人一看就是非富即贵的身份人 他为光明好大个场面 能请来这么多大人物 村民有心想去看看 妇女抱着孩子 想看小汽车去 汉子是不是想看小汽车的 就不好说了 毕竟那些光鲜亮丽的女人 要比村里的妇女吸引力更大一些 想去 可不能去 昨天 杨雷说了 不管今天为光明举行什么仪式 大家伙都不要去炸队 如果村民不团结的话 那盖大鹏的钱就甭想要了 以后 只能任由魏光明牵着鼻子走 在杨家庄作威作福了 魏光明在杨家庄坐下的这些事 村民是知道的 一直受到魏光明的诱骗 村民憋着一股火呢 对于昨晚杨雷说 要在后半夜同时亮灯 来回地闪动 目的是 借着村里黄鼠狼闹腾的劲儿 让那姓魏的吓破胆 好回过头 对村民进行合理的补偿 村里的张国金也说 既然真理不能让他敬畏 那就让他去敬畏鬼神吧 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不好说 但是能捉弄一下魏光明 村民是很愿意的 一个个积极得很 北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 一直都是荒凉的存在 不及南地和西地的人口密集 甚至连冬地都比不上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北地往北是一大片坟地 又被村民称为乱葬岗 谁也不爱来北地居住 绝着晦气 但今天杨家庄的北地不一样啊 因为有了气派的小汽车 有了很多光鲜亮丽的大人物 北地一下子成为杨家庄的焦点中心 不止这呢 可能镇上 线上也关注着杨家庄的举动了吧 要不然怎么会来那么多扛着相机的记者呢 这么热闹的场面却不能去看看 杨雷特地嘱咐过 要是去了 一切都白做了 村民有骨气 那就不去 不看那气派的小汽车了 也不看那露大腿的漂亮女人了 反正看了也不是他们的 只有杨雷交代过他们的事情 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 第一次 他们觉得有骨气 为这种骨气而自豪 倒是有离北地近的村民 光是在门口端着饭碗 就能看到北地的情况 一抬眼 不免生出一丝疑惑 那欣慰的 好像没受到昨晚的影响啊 精神得很啊 杨之书不是说了 一次肯定是不影响的 得多来几次呢 那不管他嘞 反正杨之书让咱咋做 咱就咋做 嗨呀 没想到杨之书终于愿意帮着咱了 这可不是啥光彩的事 骗人的不是 听人说 也不全是杨之书这样做的 好像是那个张国金提出的主意 张国金 就是那个倒插门的 这可太让人惊讶了 谁个骗人 那张国金也不会去骗人啊 不过 我倒是喜欢这样的国金娃子 别说了 别说了 矿场的人来了 杨之书特地嘱咐过 嘴一定把言识了 这是绝对不能让矿场的人知道 聊天的村民闭了嘴 对矿场往这走来的人 看都不看一眼 闷着头呼噜起碗里的稀饭 哎 那个大爷 大叔们 你们咋不去北地看热闹去 来了好些个人呢 都是城里的 有名的企业家 主动喊话的 正是昨天受到惊吓的小陈 为光明眼看朋友们都到齐了 启动仪式也准备开始了 怎么不见有村民围上来呢 光是来这么多朋友是不够的 还有报社的记者呢 那记者来了 肯定是要宣扬一下矿场的发展风貌 显示一下矿场在杨家庄 在县里的重要位置 苏锦城特地安排过 务必做好此次记者的招待 提供有效且真实的素材 以此 把县里的这张名片打出去 让平山县的名气 得到一个质的飞升 一举摘掉贫困县城的帽子 这是县里的统一口径 事关重大 要是做不好 他为光明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所以他不敢掉以轻心 对每件事都尽量安排到位 包括鞭炮这样的小细节 一切事宜准备好 早早地让工人起来搭了高台子 邀请得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都给面子 开着小汽车 跨着漂亮女人来到了杨家庄北地 但这还不够 还是太冷清 具体哪里显得冷清 为光明只是低头沉思了一下 他立马想到群众这两个字 没有群众的支持 那这场启动一事半得再成功 也显得单薄无力 有了群众 这事就不一样了 恰恰反映了矿场和群众血浓于水的感情 矿场是冷清的 群众是有温度的 哎 你看这是一整 那县里不得满意极了 县里满意了 他为光明还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群众就是村民 奇了怪了 平时爱看热闹的村民 今天是怎么回事 一个来北地的也没有 少了村民 这启动一事半得就不完美 于是他就让小陈去喊一些村民来 越多越好 小陈还没从昨晚的惊吓中回过神来 被为光明一嗓子硬给喊来的 围在门口的 有大爷大叔还有大娘大婶那大爷就说了 俺不去吃稀饭呢 屁的企业家也没俺们吃饭重要 一听这话让小陈当场尴尬起来 可谓矿长交代的任务 他又不能不完成 对村民请求着说了很多好话 结果村民就是不为所动 气得小陈一甩胳膊就想走 临走的时候 他又想起昨晚莫名闪烁的村子 向村民提出昨晚的疑问 他换了一个人问 大娘 昨晚 你们家的电灯泡是不是不正常呢 不正常 正常着呢 咋个不正常 就是后半夜的时候 有没有来回乱闪的情况发生 大娘摇头 没有 那闪个啥劲 闪着咋能睡着觉 小陈不信 自己看错了 孙师傅和卫矿长可也看着呢 一连问了几个人 结果都说 没这事 一晚上都很正常 平白无故的 大早上的 小陈也只觉得冷汗沉沉的 望着村民 不自觉地吞咽了口唾沫 村民见状问 咋了 饿了 饿了吃点稀饭不 对于好客的村民 小陈刚想拒绝 屁股却立马挨了一脚 让你在这喊人呢 你咋跟人家聊起来了 还要吃人家的稀饭 小陈回头看了一眼 踹他的胃矿长 委屈巴巴地说 胃矿长 你不知道 我刚才问了 可人家说 昨晚家里的灯泡根本没有亮 那也就是说 只有咱三个人看到了 你说那黄大仙是不是故意 去去去 少在这胡扯八舟的 我今天多大个事 你给我整着晦气时 赶紧帮着干活去 魏光明烦躁地把小陈给支走了 转过身 又得好脸相迎地和村民说 大爷 大娘 咋不去北地看热闹去 小汽车 不去 不爱掺和那些破事 这话魏光明是不信的 那村民是哪有热闹 就往哪里钻 说不喜欢热闹 纯粹是在说瞎话 可现在 是魏光明有求于他们 再不满意村民的话 也只得耐着性子 大爷 你这话就不对了 这可不叫破事 人家记者都来了 想宣传一下咱杨家庄呢 到时候 保不齐您老人家 还能上报纸嘞 净扯淡 上报纸还有人给钱咋的 不给钱 让我上都不上 一提钱 魏光明有点哑火了 心里还跟着冒起怒火 这些个村民是真不是好歹 张口闭口就是钱 眼看劝不动 他急得团团转 那启动仪式都快开始了 他还是这场仪式最主要的人物 哪有那么多功夫 在这和村民好 正当无计可施时 他看到一个人过来了 立马松了一口气 魏光明主动迎上去 握住对方的手 杨之书 你可算来了 你身为村里的之书得 好好管管这些乡亲们啊 那启动仪式 是我魏光明一个人的吗 启动仪式办好了 整个杨家庄 也跟着脸上有光吗 杨雷拍拍对方的手 随即松开 魏矿长说得对 的确不能让人家把咱杨家庄勘扁了 是我工作的疏忽 魏矿长先行一步 你今天是大忙人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 魏光明很满意杨雷的做法 点了点头 突然从杨雷身后又伸出一只手来 那人浑身脏兮兮的 手也屈黑 是村里的懒汉 懒汉咧着一嘴大黄牙 主动上前握手 魏矿长好 魏光明只是上下打亮了一眼 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转身走了 懒汉伸出的手停在半空 斜着一边嘴 冷哼道 哼 瞧不起我 等会有你好受的 行了 你先去召集一下其他乡亲们 让他们都去北地 懒汉应了一声 村之书交代的任务 他很乐意去办 还交代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呢 那懒汉心里甭提多光荣了 杨之书 你不是说不让咱去北地看热闹 咋个现在又让去了 杨大爷 我是不想让你们去的 可国金说还是去得好 他说今天是真的有热闹看 不看白不看 那行 他国金娃子让咱咋办 咱就咋办呗 去 都去 北地的魏光明 正在何来的那些朋友握手聊天呢 余光一扫 看到浩浩荡荡的村民赶了过来 心里提着的那口气 算是彻底松了下来 现在的北地才真正称得上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果然是离不开群众的支持 等所有事准备好 望了望天上的太阳 也到了及时正式启动仪式的时候 魏光明上了搭好的台子 先是挥挥手 做了开场白 他就那一套 唠叨得很 要是紧着他说 能说上一天都不带重样的 站在外围的张国金 是没心思去听的 他仔细看了一下来的那些人 想看看苏锦诚有没有来到 瞅了一圈 也没发现苏锦诚的影子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苏锦诚都没来 看样他是真的很忙 来的那些大人物 全都站在看台下 离得很近 倒是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等那人无意间侧头的时候 他才知道猜对了 是夏宿娟 夏宿娟来了 意外倒也不意外 他是一直想在矿场上 拦点生意做呢 今天这么多重要人物的场合 夏宿娟理应过来 也有意外的 在夏宿娟身旁 还站着一个男人 身材魁梧 舔着个大肚子 站在那里跟一堵墙一样 意外就意外 在那男人和夏宿娟 似乎很亲密的样子 贴得很近 夏宿娟呢 倒是有心回避 时不时地和那男人 拉开点距离 很快 他就不再看了 魏光明简短的发言 就要结束了 那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肯定是要放鞭炮啊 今天来了这么多嘉宾 我魏光明就不一一介绍了 反正啊 我魏光明感谢大家的捧场 当然 我是代表县里的 这杨家庄的煤矿 不是我一个人的 一切还是县里说了算 魏光明突然提高嗓门 但是 我魏光明是感谢县里的 感谢县里把这项伟大的事业交给我 县里算是交对人了 我一定会带领杨家庄的乡亲们 把煤矿产业带向一个新的高度 让杨家庄的村民过上好日在 同时不辜负县里对我的信任 我也会让县里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 一举摘掉贫困的帽子 掌声四起 先是稀稀拉拉的 又在张国金的带领下 很快如雷声般涌动开来 不得不说 魏光明很适合这样的大场面 发言的也算慷慨激昂 面面都俱到了 提到了杨家庄 提到了村民 提到了县里 张国金是发自内心的鼓掌 但不是为了魏光明那有力的发言 而是为了这片新建成的矿场鼓掌 一路走来 还历历在目 从开采和杀算起时间 关于煤矿的挖掘 一直断断续续的 从来没停过 如今总算是建成了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那些消失的往事 好的 坏的 可以告一段落了 生活又有了新的起点 杨家庄定将走向一个更伟大的未来 它是为了杨家庄的光明鼓掌 想必村民也不是为了为光明鼓掌吧 因为有人流下泪水 看着终于建成的矿场 以后会过上好日子 就足以心生向往了 人山人海中 那雷声般的掌声 撇开嘴大笑的一张张脸 激动的泪水 挥舞的长臂 就是一幅最真实的画卷 这才是张国金让乡亲们来的真实目的 杨家庄最具历史性的一刻 每个村民都应该是参与者 来的记者对着魏光明 就是一顿乱拍 更有心的一个记者跑到高处 冲着人山人海的杨家庄村民 也拍下了一张集体照片 很多年以后 张国金找到这个记者 要到底片 洗出一张很大的照片 表成框 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魏光明唠道的发言 总算是结束了 放完鞭炮 会举行剪彩仪式 台上的魏光明 冲着底下的小陈和孙师傅 使了个眼色 两人顿时心领神会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鞭炮 从看台一直扯到厂房 围在看台周围的大人物们 赶紧往后撤 生怕被炸开的鞭炮 见到一身泥 在魏光明的摆手示意下 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那些大人物们 全都把注意力 放在那两盘鞭炮上 村民的眼睛瞪得老大 大人物把耳朵捂住 看那两盘鞭炮可不小呢 拉得那么长 这炸起来 不得把耳朵震聋了 等到魏光明的摆手示意 小陈打头 把嘴里叼着的烟 伸到泡碾子上 撤着半个身子 准备点着了 随时往外跑 点是点着了 颤颤巍巍地用烟头 戳了好几下 看到泡碾子冒烟了 他把腿就往旁边跑 同时捂住耳朵 包括其他看鞭炮的人 也都捂住了耳朵 过了好大一会 始终没听到闷闷的炮声 想着是不是捂得太紧实了 松开一点 发现还是没有炮声 彻底松开了 一点鞭炮的声音都没听见 只看到泡碾子 在那刷刷地冒烟 什么情况 咋光冒烟 不想呢 小陈也松开耳朵 撤着身子往后看了一眼 确定点着了 那泡碾子还在冒烟呢 咋个就不想呢 他看看台上的魏矿长 魏矿长同样看着他 也是一脸疑惑 底下已经有人开始议论了 魏光明生怕给人家留下画饼 又赶紧冲着孙师傅摆摆手 一盘不想 还有一盘呢 有一个想的也行 也不至于丢人 孙师傅看到小陈点的那盘鞭炮没想 和大家伙一样 他也纳闷 但跟大家伙不一样的 是心里陡然生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鞭炮不想 怕不是黄皮子给闹的吧 有这种疑惑 又觉得不应该是这么个状况 昨晚 就连魏矿长都没咋睡 光盯着这两盘鞭炮呢 按理说 不应该被黄皮子给闹了 带着这种疑虑 魏光明已经连续向他挥了几下手了 孙师傅终于放下担忧 也学着小陈那样 把嘴里的烟往泡鞭子上戳 和小陈的一样 冒烟了 不过 他没像小陈那样跑开 生怕觉着是点的位置不对 再向小陈放的那盘鞭炮 不想就完了 要是不想 他不跑 可以随时再点一下 看着泡鞭子 刷刷地往后跑 一路经过的鞭炮 也被引着了 奇怪的是 没有想 这下 孙师傅无法镇定了 掏出口袋里的火柴 抖着手抽开火柴盒 又掏出一根火柴 往火柴盒侧面擦了一下 但灭掉了 全然因为他抖得厉害 一连灭了好几根 把看台上的魏光明 急得都跳了下来 往这边跑来 好在孙师傅终于控制抖动的手 在最后一根火柴擦着的时候 伸到没想的一个鞭炮上 这一次 他清楚地看到 被点燃的炮鞭子 一直烧到里面 可是 鞭炮还是没想 当即冷汗就跟着下来了 啥情况 魏光明已经跑到点炮的位置 孙师傅拿着一根灭掉的火柴 颤着声说 魏矿长 不 不想 不想 怎么可能不想 昨天专门试过的 明明想着呢 魏光明不相信 捡起地上的一个鞭炮 又拿出自己身上的火柴 掏出来擦着了后 直接就那样把鞭炮拿在手里给点了 炮鞭子一直往里烧 他都没松手 把鞭炮扔出去 当看到都不冒烟了 鞭炮还是不想的时候 他彻底急了 一把将手里的鞭炮掰成两半 断开的里面露出的东西本应该是火药 让他惊讶的却并不是火药 孙师傅也看清了 指着半截鞭炮 彻底变成了鞭炮 这 这是那个 是黄皮子的毛 听见这话 魏光明眉头都拧起来了 你确定 魏光明捏住里面的毛发 不是狗毛之类的 他情愿觉得 这是狗毛 也不愿相信 这是黄皮子的毛 孙师傅猛地点头 就是就是黄皮子的毛 黄的 不长 这时 有干活的工人走来 疑惑地说 魏矿长 前几天打死的几只黄鼠狼不见了 原本就挂到树上的 昨天就不见了 该不是那些死掉的黄鼠狼身上的毛吧 孙师傅指着那上来的工人质问 你 你啥时候打死黄皮子了 就在前几天 多大点事 又不是非得让你知道 完喽 完喽 这地方是真待不下去了 孙师傅拍着大腿 一屁股坐在地上 工人摸着脑袋 咋了 不就是几只黄鼠狼吗 扰得人没个清静的时候 才给打死了 反正多的是 你知道个屁 孙师傅怒骂一声 要是这工人知道昨晚发生的事 看他还敢不敢说今天这样的屁话 工人突然被孙师傅骂了一句 委屈地 看向魏光明 魏矿长 魏你娘个头 魏光明也骂了一句 他还是不相信是黄皮子倒的鬼 可现在这么个状况 他想不相信 又得不到更好的解释 两盘鞭炮 三个人看 一步也没离开 又是后半夜 根本没有人接触鞭炮 咋就突然不想了 不想也就算了 顶多是鞭炮的缘故 他还能去找张国金要个说法 可这鞭炮里面 他不甘心地又连着掰开好几个 都是那种油滑的黄毛 他再想找张国金 也没理由啊 那张国金总不能在三人的眼皮底子 把一个个鞭炮里面换成黄皮子的毛吧 给他一夜的功夫 他也做不到 更何况 后半夜的 压根没见到张国金的影子 张国金早就看到了这一幕 生怕为光明找他 往人堆里挤了挤 幸好昨天去老刘娜拿鞭炮的时候 让杨磊给准备好了 这掺了黄皮子毛的鞭炮 晚上的时候 又趁着神婆把看守鞭炮的两个工人 吸引到外面 他则是翻墙进了院子 顺利把两盘鞭炮给掉了包 鞭炮不想就对了 想了反而奇怪了 来的那些大人物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魏矿长这是整的哪一处 整两盘不想的鞭炮 在这个矿场启动的重要时刻 岂不是很尴尬 来的记者也拍下了这一令人不解的场面 只有村民幸灾乐祸 不想好 巴不得不想呢 风光无限的魏矿长 被两盘鞭炮弄得下不来台 不可能啊 鞭炮没泡水也不发潮 昨天张国金都是试过的 一点问题也没有 所以 人为破坏的因素基本可以排除 那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可能 黄皮子 孙师傅口中所说的黄大仙 真得存在 魏光明心里直犯嘀咕 急得脑门上都出汗了 可再急 不想就是不想 这个接骨炎又不能让张国金再去镇上拿吧 来来回回 这及时都给耽搁了 早知道 昨天就不把那一盘给放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一想起是黄大仙给倒的鬼 他这脚底板顺着大腿跟 有股含义直往脑门冲 村民不停地议论着 连着那些大人物也是一片议论声 最主要的 还有扛着相机的记者呢 今天这场面 无论如何都不能表现出恐惧的样子来 成什么样了 堂堂一个矿长被两盘鞭炮给吓怕了 传出去 这脸都不用要了 他努力压下内心的不安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显得从容不迫 要不还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停了一会 魏光明调整好状态 故作轻松地走到台上 向着大家摆摆手 开着玩笑地解释道 可能啊 还不到时候 咋能说不到时候呢 我魏光明想带领杨家庄相亲致富的心 想带领平山县摘掉贫困帽子的心 太快了 是我有点心急了 现在鞭炮不响 说明挖煤这是急不得 恰恰恰告诉我们要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地往前进 不能心急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嘞 大人物们知道 魏光明这是在给自己台阶下 纷纷附和的鼓起掌来 村民倒不买账 和之前雷声般的掌声不一样 这一次一个鼓掌的也没有 简单的几句话 把鞭炮没想的矛盾 给扯到县城经济发展上去来 还把自己说得多么高尚似的 很是会掌控场面 正当魏光明 趁着大家注意力不再鞭炮上了时 准备开始进行下一项剪彩 这就需要那些大人物们上场了 共同完成剪彩的壮举 在大人物上台的时刻 张国金从人缝中注意到村里的懒汉 正往人堆里挤呢 身后扛了一个大袋子 鼓鼓囊囊的 袋子里还不停地抖动着 里面装了什么 张国金是知道的 这也是杨雷交给懒汉的重要任务 优优独播放写的部分 为什么我们 Pixel UH 主席 然后幸运方的 We Material 重点 比如这些赵钱